最近有关于中国以及俄罗斯航母的讨论依旧是军迷当中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其中有这么一个话题比较有意思 那就是俄罗斯目前的库茨涅佐夫号航母因为技术太过于老旧 舰载机也不够先进 而且服役年限比较长 即便此次维修升级之后 也不可能服役太长时间 而俄罗斯一直自以为是美国的对手 需要航母来撑文面 那么我国海军的两艘华越型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有没有可能以及必要返校给俄罗斯呢 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由于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航母以及使用经验 因此美国的航母更具参考性 此外因为尼米兹机航母都在服役当中 所以我们就看看在尼米兹机之前的小鹰级航母 小鹰级航母总共有四艘舰 分别是小鹰号 星座号 美国号以及肯尼迪号 服役时间从1961年到1968年 而退役时间为1996年到2009年 服役时间最短的为30年 时间最长的小鹰号有48年 正常情况下 大阵位的航母服役时间往往都在40年左右 像美国这样一般有10艘航母用来轮换的国家 服役时间基本都要超过40年 就目前来看 辽宁间至少还有20年的服役时间 山东间更是可以直接服役到2060年左右 这样的好处就是这两艘航母在服役过程当中 可以等待其他更为先进的航母如意 如果航母的建造速度以及规模 能在近一20年内赶上美国 那么这两艘航母很有可能会在20年之后考虑退役或者退役二线 所以从时间上来讲 现阶段想出售给俄罗斯基本是不现实的 暂时强大了 但还没有才大气粗 在冷战期间 其实航母对于苏联海军的意义也不大 苏联海军的核心就是各种各样的核潜艇 对美国的威胁相当大 而苏联的水面舰艇相比于美国海军明显逊色 尽管苏联海军拥有基罗福这样的超级核动力巡洋舰 但是美国那边有10万吨的核动力航母 以及万吨级的护航军舰 外加数十艘各种各样的两栖登陆舰和攻击舰 所以苏联海军非常强调反舰能力 甚至与海军航空兵装备有大量的轰炸机 第一使命也是进行反舰作战 但是苏联也意识到自己这样发展海军有明显的问题 因此在70年代之后也开始重视航母的建设 除了早期的莫斯科级直升机母舰以及基辅级载机巡洋舰 第一种能被真正称作是航母的就是库兹涅佐夫级 而且在库兹涅佐夫级之后还有乌里扬诺夫斯科级航母 表面看起来苏联海军将会朝着美国海军的方向发展 但问题是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无力再建造新的航母 而且海军的规模大幅度缩水 这就使得俄罗斯这艘现役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变成了一艘门链航母 无论是之前的苏-33还是后来的米格29K 其战斗力都非常有限 这艘航母有个没有对俄罗斯海军的实力影响非常小 当然俄罗斯也并非不知道这样的现状 曾经打算从法国购买西北风机两栖攻击舰 这种攻击舰吨位更小 花费也更小 而实际的作战能力并不逊色 可以使用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进行登陆作战 这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最为缺乏的 这种军舰在欧洲是非常常见的 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土耳其等等国家都 使用了类似于两栖攻击舰的多用途航母 而目前世界上还在发展纯粹的进攻型航母的国家 只剩下中国美国和印度 英国主要使用垂直起降型战斗机 而印度的吨位太小 如果俄罗斯此时此刻手里能有两艘像样的两栖攻击舰 比如我国的075 那么俄罗斯根本不需要库兹涅佐夫 所以辽宁舰和山东舰进入俄罗斯服役 基本上可以算作是天方夜谭 有先看不上 没钱不需要 网友们的这个讨论可以变成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俄罗斯什么时候建造两栖攻击舰 前面说到苏联发展过程当中 一直缺少先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缺乏建造两栖攻击舰的能力 两栖攻击舰虽然论级别比航母要低 而且偏向于多用途作战 但实际上的设计复杂程度并没有比航母低多少 而且两者也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再加上俄罗斯也有坦克登陆舰 所以一旦俄罗斯有足够的资金 那么想要建造一种类似于西北风那样的 2万吨级左右的两栖攻击舰问题是不大的 俄罗斯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这艘航母好歹是一艘排水量在6万吨左右的中型航母 而且可以使用固定翼舰载机 相比于重新建造其他的军舰 这艘航母是现成的 维护保养费用怎么着也要比全新建造军舰更加划算 真要等到俄罗斯有实力有资金 而且有想法打造航母舰队的时候 那么以俄罗斯的技术土备 建造一种比山东舰更好的航母是不成问题的 003航母下水已经有一阵子了 关于这艘航母的各种猜测消息非常多 作为一艘航母 最值得大家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航母的本身 而是航母上搭载的舰载机 舰载机可以算是航母真正的核心 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些消息来看 003号航母未来搭载的主力舰载机将有这么几种 歼35隐身战斗机和歼15弹射板多用途 战斗机以及空警600预警机外加一部分直升机 相比于巅峰时期的美国航母 我国的舰载机数量以及类型都要少 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舰载机的外星尺寸比较大 另一方面是航母吨位不如美国的超级航母 不仅如此 我国还缺乏一种地位非常低 但是重要性却很高的舰载机 这就是舰载运输机 最近网上流传着 我国正在进行舰载运输机这件考核的消息 那么舰载运输机的优势在哪里 我国又最终会选择哪种型号的运输机呢 舰载运输机本质上是一种轻型运输机 它的运输能力甚至不如一些吨位比较大的直升机 一般来说主要负责运送各种各样的 弹药以及飞机的发动机等关键部件 当然运送一些重要人员和货物也是可以的 美国那边的舰载运输机最知名的就是CR灰狗 这架运输机的来源非常有意思 美国为了提升舰队的作战能力 研制了E-2鹰眼预警机 预警机的关键部件就是预警雷达以及机内的操作人员 所以预警机和运输机的共同点是比较多的 那就是机体相对来说比较庞大 内部空间比较充足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时候 E-2预警机就已经首飞成功 并且于1964年开始交付美国海军 使用到今天为止已经超过50年 E-2预警机服役没多久 美国便在E-2预警机的基础上研制了CR挥构运输机 简单理解就是取消了雷达和内部的操纵设备 有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机内空间 CR挥构运输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只有可怜的24.6吨 骑身长度超过17米 翼展24.57米 高度也只有4.85米 最大飞行速度比直升机快一些为566千米每小时 虽然名义上是运输机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CR挥构运输机的实际性能 真的没有比重大型直升机强太多 而到后来美国研制了NBR云音之后 便打算用这架轻转移飞机来取代CR挥构 毕竟这种轻转移飞机的起降能力和适应性更好 从目前公布的一些消息来看 五国在训练和考核的型号是以运输机为基础的运输机 运输机的基本数据其实和CR非常类似 外形方面稍微大一些 但是起飞重量甚至比CR运输机还要小伤一些 通过一定的加强和改进 是有能力在大型航母上起降的 只是缺点依旧明显 目前并不清楚我国的空警600预警机和运漆家族有什么关系 但是从外形上来看 空警600预警机和美国的CR预警机有着非常高的相似度 所以空警600在去掉雷达等设备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变身为一种舰载预警机 反正走美国的武器发展道路可是我国的一大特色 就目前来说 我国的航母使用直升机进行运输其实也能够解决相当大一部分问题 但是直升机在飞行速度上却是不如CR这类运输机 考虑到美国已经使用MBR预音替换掉之前的CR运输机 我国在现阶段使用空警600衍生的运输机倒也没有不对 只是在舰载运输机领域要落后美国一些 美国使用MBR轻转移飞机更多的是想统一多军种的主力运输载具 也并非是一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所以综合的来看 我国其实很有必要在空警600的基础上研制舰载运输机 至少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 当然 如果未来我国能在075或者更大的两栖攻击舰上 部署类似于MBR预音甚至比预音更大的轻转移飞机 那才是航母最理想的先进运输机 从福建舰的角度来说 该舰目前才刚刚下水 虽然在形成战斗力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后面还有12345好几步要走 比如下水后要展开西装作业 西装作业完成后要进行西博试验 西博试验完成后要进行试航 试航也要分为航海性能 舰载机作业性能和舰机协同演练 完成试验后才能交付海军 交付海军后 还要进行分系统 部门逐向考核 然后展开全舰协同考核 尤其是舰载机作业考核 逐次完成训练 最后肯定还要进行类似于美国海军的舰队问题演练 确保边队形成战斗力 到这个节点为止 我们才能说福建号航空母舰算是终成正果了 而从下水到完成舰队问题演练 正式完成全训形成战斗力 大一万认为这都不是按年计算的问题 而是按五年计算的问题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福建舰能够在2028年左右形成初步战斗力 开始在第一岛链范围内执行任务 都可以算作是可喜可贺了 因此 相比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的福建舰 咱们目前最实际的 还是把目光放回到山洞舰上 毕竟相比福建舰 山洞舰虽然性能有一定的差距 但它最宝贵的性能 还是那四个字 成熟可靠 只要成熟可靠 那它形成战斗力的周期就绝对比福建舰要短 另一方面 山洞舰自2019年12月复役以来 目前也确实到了该出门溜达的时候了 毕竟这两年 山洞舰的各部门训练和全舰训练 从公开报道来看 该做的基本上都做了 雷达 武备 孙管 还有舰载机等分系统 该形成战斗力的也该形成战斗力了 而此次山洞舰回搭船集团保养 某种意义上 也是该舰经过了两年半的试验性使用后 进行的一次小总结 比如该舰的飞行甲板防滑涂层就进行了彻底更换 据说舰载机飞行的化线也进行了微调 去年年底 中国辽宁号航母与日本出云号航母在海上对峙 在山洞舰这一轮进场保养和微调结束后 大一万认为 正如055型拉萨舰完成全训后 第一次出远门就来了个绕日活动 山洞舰这一轮保养结束后 大概率也要前出个西太平洋 或者前往南海深远海区 以此来宣誓山洞舰正式形成战斗力 因此 相比接下来大概率会默默无闻地待在长江口 习装上一年半载的福建号航母 山洞号的活动反而值得期待 尤其是看山洞号会不会进行第一次远海部署 对此咱们还是保持足够的关注度 同时 伴随着山洞舰这么一轮入场维护和基础改进 关于盖舰中期升级改进的话题 也意外地在军迷圈里活了一把 以大亿万观察到的情况 不少军迷在福建舰下水之后 已经在畅想怎么改进山洞甚至辽宁舰了 有些军迷甚至提出 山洞舰作为中国军船工业自行设计的航空母舰 估计在设计时已经为中期技术状态改进预留了部分余量 比如传说中的电磁弹射器 没准山洞舰已经留好了电磁弹射器的安装舱室 中期改进时可以直接加装 加装